大家好,我是杨一米 今天帮朋友去收了这个红茶300斤 然后他要拿这个一箱,一箱这个是50斤重 他说要拿一箱来,然后装这样子的小袋包装 半米袋装50斤,我得装100份这样子的小袋装 累死人咯,得包装了什么时候 他又要明天拿给他 只能拿到家里面来包装了 这个红茶我平时零售是88一斤的 开了,帮他包装 可以看一下这个红茶,这款红茶香味特别好的 也是比较卖泡的 来看一下这个调形,特别漂亮的 这款调形很好看的 这款的话拿来当做口粮茶,办公室的 办公室喝,然后来招待客人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款 这款性价比特别高 现在我泡出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汤色 我们这个茶是高山红茶的 没有任何的添加 没有任何的添加在里面 非常的圆生态 现在泡脸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点汤色还有这个 茶艺这个调形 泡茶水温最好是85度这样子 泡茶水温最好是85度这样子 这个汤色特别的透亮 这款的话就比较耐泡一些 看这个茶汤 用这个功夫茶杯泡的话 用这个盖碗泡的话 过滤一遍 这个茶汤就特别漂亮了 看这个茶汤 现在尝一口看一下 这款的话是这个 这个番薯香的 嗯 这款香气特别足 这个泡开涂 这个糖色特别漂亮的 番薯香 这款茶的话是没有任何添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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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甘特别好 好了 喝点茶提下绳 要忙打包了 可能今晚要通宵了 之前我都是做这个大量批发的 然后 这两年才开始做这个网上零售 因为做这个零售真的是太麻烦了 而且这个茶的损耗真的特别大 因为我们这样子抓的时候 这个茶也容易碎 然后就会有很多这个茶木 主要是这个打包 特别的麻烦 像这样子 都是这样子小袋包装的 你打个装一斤的话 要两袋 这样子慢慢的包装 如果像我之前做披发的话 直接这样子一大箱一大箱 50公斤 50斤的这样子发给人家 这样子就 就不用做这个零售 小袋包装 就很方便 就是我们这样子抓的时候 这个茶叶整得特别容易碎 得这样子轻轻的抓才行 水堆这个茶叶的损耗也是挺大的 得小心翼翼的 遇碎物品 看来今晚要通宵了 打包50斤这个零售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忙着打包先 明天再见了 明天再见了 明天再见 明天着眼前 好 好 您 您 您 好